天氣方面也帶大家一起來關心 我們先來看看現在的實景畫面 就在台北市區 那早上的時間雲量是稍微偏多的 現在溫度已經來到了25度了 那在今天正中午時間高溫還是有機會上看到30度以上 提醒大家防曬補水作業還是要記得做好 至於在今天清晨來說 低溫普遍差不多是來到了20到21度左右 不過在降雨方面也帶大家一起來關心 從今天的丁當降水域暴徒我們可以看到 包含下午時段還是要散防容易會有一些午後鎮雨發生的現象 但是到了今天晚上入夜之後 水氣會開始慢慢的減少 不過明天開始天氣上又有一些少少的變化 我們帶大家一起來看到其實在明後這兩天 會有封面通過了北部海面 但是這道封面稍微是偏比較薄弱一點 所以影響到的範圍只有北台灣還有在東半部地區 那影響到的時間就是週一週二這兩天 北台灣東半部地區容易會有飄雨上面的機率 那注意到了禮拜三東北季風的影響 東半部地區還是處在陰封面 容易會有一些飄雨到局部陣營的現象 但是西半部的雨是已經跟著趨緩 全台水氣要減少的話 是要等到週四週五時間才會比較有機會 透過了文字圖檔也幫大家一起來做分析 今天來說白天還是比較悶熱 尤其在西半部高溫 我們可以上看到30度以上 只有在下午的時候 要盛防容易會有午後雷震雨發生的機率 週一週二這兩天會有微弱封面開始通過 所以這段時間包含北台灣東半部地區會開始降溫轉雨 但是對中南部來說影響性相較比較少 禮拜三又有東北季風會開始南下了 所以東半部的雨勢都還會持續 我們就來看看這幾天溫度上面的最新變化 那今天北台灣高溫還是可以上看到30度以上 外出時間防曬補水作業要記得做好 下午出門要盛防午後雷震雨 那至於到了週一到禮拜二的時間 會有封面開始接近 那北台灣稍微轉涼 溫度來到了22到28度左右 中南部地區的天氣狀況一起來關心 中南部今天也還是一樣悶熱 在高溫可以上看到32度到33度 禮拜一到禮拜三的時間 也是一樣白天高溫可以上看到32度到33 但是水氣比較多大氣很不穩定 那在中南部地區反而是在下午的時候 尤其像是在山區 要算房容易會有一些午後雷震雨發生的現象 但是普遍在白天的時間都還是比較悶熱 所以中南部朋友白天出門防曬補水作業 都還是要記得做好 等一下 請坐